2024年的9月,前秘鲁总统腾森千野在家中去世 关于这位来自南美国家的前总统 他的东方面孔以及日式名字或许是最早引起我们关注的 他的全名叫做阿尔维托千野腾森警员 由他的西班牙语名字Alberto 日语名天雅父姓Fujimori 还有母姓Inomoto组成 他的父母均是上世纪30年代 由日本前往秘鲁的移民老家在雄本县 在横滨的海边,在象征着横滨开户之后近代发展的红砖仓库的附近 有一座日本海外移民博物馆就讲述了这些海外日本人的故事 海外日本人被称为日系人 或者按照世代称为一世、二世、三世、四世等等 最大的三个分布国就是巴西、美国以及秘鲁 这是一张19世纪日本海外星野公司的海报 海报当中的人物用手指着巴西、布拉基鲁 呼吁着日本国民移民去巴西 这是一张我很早以前就看过的海报 不过当时我也仅仅注意到了颜色突出的巴西 而巴西的旁边写的是PELU 在这一波由当时日本官方鼓励的向外移民潮之中 从1899年开始到二战之前的半个世纪之内 有数万日本人乘船飘洋过海来到了秘鲁 其中包括了腾森千爷的父母 这一切的源头其实还和大清有点关联 1872年 从澳门开出的马利亚鲁斯号出发 他的目的地是秘鲁 船上搭载着一船的滑工 是一艘猪仔船 这手的大背景是秘鲁废除了奴隶制 急需劳动力 秘鲁政府先是把目光投向了欧洲 但是彼时的欧洲移民更加青睐巴西以及阿根廷 此后从澳门运出的广东劳工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 自1849年起的25年之内 已有十万华人涌入了秘鲁 这艘船来到日本横滨停靠休整的时候 几个船上的中国人策划逃跑 因为猪仔其实很多是被骗或者拐上船的 而并非自愿 即便是自愿者也会因为船上条件实在恶劣 有后悔的 几个劳工跳海脱身之后 被英国水手发现 再接下来他们断定这可能是一艘运奴船 而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废除奴隶制已经是一个大趋势 英美等国都已经废奴 外加横滨的地方官也插手 想要营救这些主宰 当时日本和秘鲁官方还没有建交 马利亚鲁斯号事件阴差阳错 促成了日本和秘鲁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次年两国建交 急需劳动力的秘鲁 和鼓吹人口过剩 寻求海外移民地的日本一派即合 1899年 日本和秘鲁建交后的第26年 790名第一批日本移民 790名20到40岁的年轻男性 搭乘左仓王号迪达秘鲁 而女性移民在稍后 1903年的第二批移民船上才出现 这时期来秘鲁的日本人 最多的是来自1879年才新设置的冲绳县 其次有雄本 广岛 福岗 山口 福岛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 日后成为了海外日益第一大分布国的巴西 要到1809年才迎来了第一批日本移民 因此 秘鲁是南美洲第一个与日本建交 第一个接纳日本移民的国家 要说明的是 其实早在16世纪 15XX年的时候 还在西班牙殖民时代 具有记载在利马城中生活的日本人 以及明朝人 当时的西班牙贸易帝国 建立起了西班牙 菲律宾和墨西哥之间的成熟航线 许多桥区在菲律宾的华人 就是在那个时候搭乘着马尼拉大帆船 前往了美洲 比我们常规印象当中的大移民潮 租载时代 要来得更早 而当时 利马的明朝人 以及日本人 以经商为主 在人数上面 各为零散 而且他们会被当时的西班牙人 统称为印第安人 所以在一些文献当中 所谓的印第安人 其实说的是这些东亚移民 不过这些古早的商业移民 早就不见踪迹 所以咱们还是要说回到 近代的移民潮 这一波移民潮 才奠定了如今 秘鲁日益的基础 腾森千野 1938年出生在利马 虽然说关于他的出生地 是有阴谋论的 有人说他其实出生在日本 是为了参与总统大选 而篡改了出生地 说他的出生证明上面 有土改痕迹 不过按照官方的说法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日系秘鲁人二世 跟腾森同年出生的 还有秘鲁的民族歌唱家 Enheliga Harada 他的和名叫做小林原田 名字在秘鲁家喻户晓 1938年出生在秘鲁北部 被歌迷称为小公主 然后被秘鲁政府 称为最杰出的音乐家 他唱过许多 筷智人口的秘鲁名歌 同一时期出生的日系人二世 还有著名的足球裁判 阿都罗·山崎·阿图罗 1929年生于秘鲁 曾多次担任世界杯 美洲杯 还有奥运会的足球裁判 1932年出生的Venicio Sinki 父亲来自于广岛 1915年抵达秘鲁 母亲是秘鲁人 他是秘鲁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画作混合了东方 西方 还有安蒂斯主题 就如他的血统一样 和世界各地的早期移民一样 秘鲁的日系一世 二世 其实并没有很快地就融入到当地 他们拿着农场的合同来此 也有参与铁路建设者 可以说和同时代的华人移民 在同一条赛道之上 不过整体来说 待遇要比近乎努力的华工要好一些 起码之后 日本人会前往首都利马 或者其他的城市寻求机会 经营自己的店铺 成立日本人协会 开办日本人学校 寄的钱寄回日本的家乡 和当地人的来往并不多 也并不融洽 随着二战的来临 秘鲁和日本两国变成了两个阵营 随即两国断交 日桥和当地人之间的冷漠和精卫分明 也升级成了热暴力 排挤暴力活动 都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 二战中对日桥的管控 其实本质上是美国本土 对日益管控的一个外延 美国政府协助秘鲁 完成了这一事件 显一部分日桥 被送去了美国的集中营之中 人数大约是1000多人 战后800人回到了秘鲁 另外400人 以难民的身份留在了美国 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日益美国人 待到二战之后 两国的关系得到了缓和 在秘鲁出生的日系人 二世三世开始成为当地人 参与到经济和政治生活之中 虽然不断有来自日本本土的女性 经过介绍 嫁给在秘鲁的日桥 但当地的日本人 仍以男性为主 因此不少选择与秘鲁人同婚 这有助于他们的后代 更好地融入到当地 日益秘鲁人在艺术 以及美食等方面的造诣 往往为人称道 他们也努力对外塑造自己 诚实勤劳 有技术的形象 在体育等国际赛场 为秘鲁效力 也有助于日益在秘鲁的地位提升 1946年出生的秘鲁诗人 惠西瓦丹达 渡边和赛 他的父亲是日本人 母亲是安吉斯山区的原住民 他善于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 在简短但强烈的诗歌作品当中 融合他的两种深厚的文化背景 1947年出生的 Sesa Ichigawa 四川凯撒 父母都是来自于山里县的移民 是60年代秘鲁摇滚乐队的主唱 1961年出生的作家以及历史学家 Fernando Iwasaki 严齐菲尔坦多 他们家是日本 意大利还有厄瓜多尔背景混血的秘鲁人 进入过秘鲁国家队的日益 有80年代的Horohi Hirano 00年代有David Yoshinari 他有个正式的日本名叫做吉成大 Anesto Alakaki 新元Anisto 这是一个非常琉球的姓氏 不过在日本本土有分布 琉球语一般是念作 Alakaji 2010年代有Koyiji Abalicio 他的母亲是姓Molly 姓森 这一系列看似非常缝合的名字 只是背后都反映这一群体在秘鲁的融入 戴到1990年 日本移民二代 腾森当选为了这片土地的第一位亚裔总统 当然了 其实也是全世界第一位海外日裔总统 秘鲁日裔在秘鲁社会中的存在感迅速飞升 尽管人数统计上来说 秘鲁日裔仅有20到30万人 作为日裔的第三大分布国 比隔壁200多万的巴西日裔相比 不是一个数量级 一和当地的另一支东亚裔人群 秘鲁华裔的数量无法比较 有华裔血统的秘鲁人占到了总人口的10% 这个比例或许在东南亚非常常见 但是秘鲁是一个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国家 华裔在秘鲁的存在感高到成为了亚裔的统称 当年腾森竞选时候的绰号就叫做Chino 而且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腾森政府时期秘鲁的总理是一个华裔 是阻击广东开评的许会 外加腾森政府当中有7位部长都有华裔血统 腾森下台之后 腾森政权的部长们腐败被揭露 曾经表现诚实 勤奋技术的日益形象 受到了伤害 在短时之内 掀起了部分秘鲁人的反日情绪 甚至扬言要去攻击日本商会 或者日益商铺之类的 和诸多在特殊时期曾被伤害过的少数族裔一样 毕鲁日益在2011年迎来了时任总统队二战期间 将日益人送往集中营 没收财产等事实正式道歉 在2022年的环球小姐当中 代表日本的是一位虽然出生在东京都 但是名字很特别 叫做版本玛丽贝伦的女生 她的名字因为她的背景 她是一位来自毕鲁的日系人的女儿 除了日语也通晓西班牙语 她的父亲来自于毕鲁 母亲是本土日本人 在日本生活的像她父亲这样的毕鲁国籍者 还有5万人 由于毕鲁经济长期停滞 重要的是1989年 日本法律开始放开海外日益在日本务工 这一时期大量的毕鲁以及巴西的日益回流日本 他们被称为 Dekaseki 意思是外出务工的人 在日本国内 毕鲁籍是仅次于巴西籍19万人的 拉美第二大在日外籍人口 尽管具有日本血统 这些日益人的母语是西班牙语 他们许多人在日 首先要克服的是语言观 和他们离开日本移区拉美的第一代祖先一样 大部分人仅仅是把日本看作一个打工的地方 转向后是要回家的 不过也有人选择留下 当一个新日本人 日益毕鲁人的女儿 当选了日本环球小姐 也是一种重新被认可 在日本五人制足球队里面 有一个Kaori Morioga 森刚勋 也是出生在毕鲁的日益 回流去了日本踢球 他们还把毕鲁料理开回了亚洲 甚至我在上海云原路也看见过一家 毕鲁日料店 滕森千叶虽然去世了 日系人们在毕鲁的故事还在继续 滕森的长女 滕森庆子 现在人是毕鲁国会最大正当的领导人 她的小儿子 滕森剑刺 也是国会议员 虽然曾因贪污 深陷淋雨 但是在滕森执政期间 为恢复毕鲁经济 以及打击恐怖分子创造的奇迹 还是受到大部分毕鲁人的赞叹 滕森家族还会继续持续毕鲁侦探 2020年的一个对500名毕鲁人的调查显示 他们对日本 日本人 日本文化的看法 还有文化吸引力 是非常积极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日系毕鲁人是我们的新系列 族群的故事的第一期 这个系列呢 我会不限国内外 不限是否华裔 更加广泛的涉及到一些 有迁徙历史的 有趣族群的故事 敬请期待